主席在職會之後有以下的才識 以下的談話 這邊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名單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彰顯重要的社會議題 也強化國會問政的專業 這份名單裡面有食安、環保、社福、醫療、長照、財政和年金改革 青年創業、農業、勞工、原住民、客家、文化、教育、性別、兒少權益、人權、私改、轉型、爭議等等議題的專業人士 第二個意義是擴大對社會的連結 主席特別說明要做一個開放的政黨和進步的力量做連結 未來我們要扮演和公民社會的這個 扮演我們和公民社會的這個橋樑 也要讓黨內的這個思考更加多元化 那第三個意義是提拔青壯世代 要培養未來行政立法的人才 那裡面的名單 如果說當選立法委員會鼓勵他們去做 去我們沒有區域立委的這個選區佈局 投入下一次的這個選舉 那這代表一種肯定 雖然說有些在地補的這個可能性比較不高的這些人 但是我們也代表一種肯定榮譽 也是我們未來在立法與行政部門要培養的人才 那第三主席也提到就是說我們已經宣誓了國會改革 所以未來立法院的這個安排 會跟理念相同的進步力量來合作 未來如何佈局 這個都是選後才要討論 而且必須要依據選舉的結果來考量 所以並沒有內定什麼人一定要擔任什麼樣的位置 那主席也表示說我們能夠交出這一份名單 代表我們做好執政的準備 還有不斷擴大民進黨社會基礎的企圖心 那也要希望社會大眾來支持 那我現在就念一下我們今天只會所通過的這個名單 那待會各位會有那個一個總表 第一是吳坤玉 第二是吳玉琴 第三是陳曼莉 第四是顧立雄 第五是蔡培惠 第六是王榮章 第七是Kulas Yotaka 第八是余婉如 第九是蘇嘉全 第十段儀康 十一是鄭麗君 十二是陳其邁 十三是游美女 十四是李應元 十五是鍾孔照 十六是林靜怡 十七是徐郭勇 十八是一方 十九是周春敏 二十是李立芬 二十一是郭正亮 二十二是邱太元 二十三是蔣杰安 二十四是陳靜敏 二十五是黃毅佑 二十六是余媚媚 二十七是陳毅忠 二十八是阿布卡菲亞娜 二十九是謝思英 三十是曾美玲 三十一是董建宏 三十二是蔡宛如 三十三是黃帝瑩 最後一名就是三十四名 是王貴臉 以上謝謝大家